然后今天我们开始输入react组件的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会讲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还是我的简介 大家看我的简介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这边有二维码 愿意扫的话可以扫 在今天上午的整个课程中 我们会介绍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实现一个简单的 用组件实现一个简单的表单 第二个我们会讲一下实践 这样怎么用 第三个我们想讲状态 然后包括重新render的三种条件 就我们刚才说的render 在什么情况下react会控制道姆去render 然后组件的生命周期 以及子组件如何向副组件传递信息 或者副组件如何从子组件那拿信息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OK我们开始 三个组件 第一个我们要生成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入户名 然后后面有一个框 有一个密码 有一个框 然后有一个注册或者登录 我们不实现功能 我们只是把这组件画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画 大家想想该怎么画 这个有点像接近我们真实的这个工作状态了 当然真实工作可能这还要比这个麻烦一点 好我们先在这儿建新new folder 003 然后 cmd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先建那几个那什么 嗯 啊 new 嗯应该是 copy pass cd 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要安装这样几个包 这儿呢我们要安装这样几个包 c npm i 啊 rack 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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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错了 啊错了 好 等一下 看一下 ok 啊这个该有的都有了好 嗯然后呢我们开始 进进一个文件 001.html 然后从上面把这几个东西耗下来 好 那做完这个以后呢我们还上刚才那个套路 第五 id 等于 app 好吧 然后 type 等于 text babel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大家都应该记下来了 啊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边呢 首先我们要设计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有几个 这个 呃 我们里面要设计几个这个相应的这个这个这个 呃 组件 那现在呢我们看上去呢我们许有三个组件 第一个呢是整个外面的组件 叫做 叫做 class 啊 my phone or extend 啊 react the the component 啊然后我们先把里边都写上啊因为未来一会儿这个也都会有 concent concent constructor pops props props 然后这是 super 啊 props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render mdr react react 这么多东西好 那么也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设计三个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看的在这里边啊 其实来讲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说他这有一个label 这有一个输入框 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时候要设定一个组件 这个要说一点 就是说你见到重复的单位的时候 这个现在label和输入框绑在一起是重复出现的 而且label和输入框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时你应该把这两个东西绑在一起当做 一个组件 能理解吧 然后这个呢也是这个这个当做一个组件 然后这是这个是button 那么button的话它里边也有很多相应的一些东西 那么button这个呢我们把它作为另外一个组件 所以我们有三个组件 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写完了 就这个东西可以服用 你一会写都写出来了就没法弄了 这个第一个是my input 这个my input里边会放两个 会放把同时label和input box绑在一起 然后这个的是my button b-o-t-t-o-n 好 那么我们先试着让它这三个东西整个写起来 让它能够先能看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底补去 第5 第5 啊等于 document.getelementbyid 然后在这呢 react.render 这首先写谁 写my phone对吗 这里面是my phone 那么my phone的下面呢是 把这个地方挂载到my phone上 odip 好 然后my phone里面有谁 my phone里面其实来讲应该是有 input和button对吗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把它 在这儿 那么它应该是首先外部有个div 对吧 -div 那么它在外部有个div以后呢 那么div里边是首先第一个是my input 咱先不说别的啊 咱先不把那个相应的那个那个那个参数我们加进去 我们就先让它能够显示出来 这是input的 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my input 对吧 有两个绑在一起的 然后第三个呢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什么 my button my button也是两个 好 应该是这么个结构吧 好 应该是这么个结构吧 那么my button里面应该什么样 my button里面应该是 my button里面应该是 my button里面就一行 对吧 my button里面就应该是 input 然后它的类型是什么 它的type 应该等于button 然后呢 那么反正它也没有直 我们其实现在来讲啊 我们就呃 直先不设定吧 设定设定完了以后 反正现在它就不出东西就拉倒了吗 然后上面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 对不对 首先你这里面应该有个label 然后-label 然后-label 然后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应该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input 对吗 所以这里面应该把它变成 拿一个deep包一下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 稍后 这个没问题 我们来找些人 我能够小处